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真是当天红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当天的关小彤从容自信 抱着娇皮的发便 让人有种仙女下巴的感觉 网友纷纷表示 这次的关小彤终于造型在线了 要知道 前不久他在某次红毯上 一身白色纱裙配黑色秋衣秋布 还被网友称亮瞎了眼 为此 网友还恶告重表情包 关小彤成了红毯噩梦的大演员 不过关小彤的红毯雷人造型可不止这一次 不知为什么 明明是皮白貌美大长腿的关小彤 却每次被造型团队害惨 奉献了好几场红毯车祸 某次红毯上 乖小童身穿蓝色亮闪闪四线短时 完美地展现出自己肩宽宽宽的缺陷 才二十出头的小姑娘 却穿出了三十岁大妈的气质 网友纷纷讲 是太显老了 更可怕的是这件粉红色的晚礼服 不知十一幅质地的问题还是啥 领口紧紧包住 层叠的蛋糕全质量实在不敢恭维 有种酒店迎宾小姐的感觉 怪不得网友对关小彤的造型团队早就有意见了 明明硬件都很好 为什么却浪费资源呢 小八真心希望关小彤的团队能长点心 从这次红毯造型之后好好策划 单配适合她的礼服 借件好的明星造型才是 说到红毯造型好的明星 国内不少 小八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周冬宇 虽然身材不如关小彤 但她的团队懂得羊长臂短 为她选择合适造型 不过不要以为她就没有红彩吐气造型 早期的周冬宇红毯也是满满的吐气 学生味十足的齐刘海加上白色蕾丝圈 满满的廉价风味 厚重卷曲的卷发实在不符合她的年龄 加上桃红色更有些风尘味十足 不过之后周冬宇可能是换了造型师团队 在红毯造型上真是风格十足 既有自己个性 又不是少女感 凸出肩部线条 燃尽绿绿 鲜明的颜色 阴气的短发 现代个性十足 如今的姚蜜被称为带货女王 无论是机场造型 还是红毯造型 都堪称是娱乐圈典范 每次出街或走红毯 着装必然成为淘宝爆款 除了自身修炼的气场外 姚蜜本身的时尚品味 也是公认的好品味 不过女神也有吐气的曾经 这些吐气的红毯造型 不看 恐怕也没机会了 口中的鞋刘海 油腻的妆容 鞋肩碗里浮沉脱出 杨蜜松狂的手臂线条 这张妥妥的 是杨蜜超想删掉的照片啊 这张更不用多说 不知参加那场 把部会的杨蜜妆容隆重 驼背严重 说是小太美 一点都不为过 不过现在的杨蜜 已经是女神级别了 红塔尝可的她早就 架青就熟了呢 赵丽颖如今也是国民女神 按道理 赵丽颖的身材都不如 上面两位好 但还是依靠自己的团队 有不少红塔加作 丽颖的红塔造型主 要走甜美仙女风格 不过早期她也是雷点满满哦 老气横秋的黑色碗里服过分宽大 有种小学生穿妈妈衣服的感觉 颜色压抑加上黑色流苏 实在是显得身材又壮 好在丽颖如今更换红塔造型 每次看到红塔上仙女 但十足的丽颖 小八也是心水啊 快乐到本领里的无心 众所周之近两年开始走时尚路线 拍了一系列街拍被说网友好评 要知道她原来可是有名的小肃腿 曾经的厚重刘海加卷发 黄色的碎花短裙 实在是与时尚有一定距离 不知道为什么时尚红塔要穿这么一身 完美的暴露了小猪腿的缺陷 不过如今的无形成了时尚咖 各大时尚买会红塔常客 这些造型让她摇身一变 小八都有些认不出来了呢 明星都有来认得过去 但如今明星们越来越重视 个人造型的重要性 红塔造型成为了女星们的 临家必争之地 在各个厅造型的今天 小八还是希望女明星们将 重点放在个人作品上面 奉献出更好看的影视作品 才是真理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